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芬莉莎 现在在美国受到最不公平待遇的人是谁呢? 是那些因为物价油价上涨,吃不起饭,加不起油的老百姓吗? 还是因为政府激进的防疫和强制疫苗的措施 导致大量的小本生意倒闭失业的人吗? 不是 刚才说的这些人或许都很可怜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在美国受到最不公平待遇的人 加州Palm Spring,宗吕泉的市长 他最清楚在我们社区里面的弱势人群是谁 并且积极的找到了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就是现在在美国严重受到迫害的变性人和非二元性别的人 宗吕泉市议会上周一致投票表决通过 要给本市达到贫困线的跨性别居民 每个月高达900美元的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是变性人或者是非二元性别的人 Palm Spring City Council putting $200,000 toward researching and designing a guaranteed income program for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residents the city partnering with lo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DAP Health and QueerWorks to develop a pilot program One of the most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in our city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individuals who face some of the highest levels of housing insecurity joblessness and discrimination This is a chance to help individuals receive money to subsidize the gap in income that the trans and non-binary community faces due to having some of the highest levels of unemployment in this country The money, which could total $600 to $900 to 20 participants each month would come after applying for millions from the state budget About 50% of the funding would have to be matched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has $35 million available for these programs And our trans and non-binary residents need a piece of that pot 有那么多的钱呢 给我们的变性人分一杯羹又能怎么样呢 变性人为什么要单独拎出来呢 变性人不是人吗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跟着政府正常的援助计划去申请呢 政府非要给援助计划的话 那应该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贫困线以下的人 我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 只要你在贫困线以下 那就证明你需要帮助啊 那这样的人来申请不就好了吗 刚才视频里那个非营利组织DAP Health的David还说 变性人面临失业的问题 住房问题 还有歧视问题 这不光是变性人吧 就我们办公室这几个 谁没面临住房问题 在加州谁住房不困难呢 就变性人住房困难呢 疫情期间谁没失业 就变性人失业了 左旅权这个城市的市议会到底是怎么了 会要突发奇想专门给变性人发钱呢 我后来去查了一下 怪不得 为啥呢 因为他们的市长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变性人 而且他不仅自己是变性人 他还大力的推崇赞扬儿童变性 In Palm Springs We stand with transgender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I know all of the stories I know all of the explanations I have lived this life We are who we are You cannot change a child Into someone they are not But what you can do And what this will do Is break their spirit I know I am today A transgender woman But while I have always been And will always be transgender I have neve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transgender child Because I wasn't brave enough To come out I wasn't brave like the transgender children In Texas or Florida Or South Dakota Or Missouri Or like those here in California They and their parents The parents have shown bravery And courage That is unimaginable to me When I was their age And they've done so In face of dangerous And discriminatory attacks 勇敢 有胆量 现在这两个词 真的是被严重的歪曲了 去让小孩打变性的激素 然后切除器官 这的确是非常有胆量的事情 一个人怎么能够怂恿 另外一个人去切除他的器官呢 在古代的时候 就算有人做太监 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也都是逼不得已的 家庭条件穷苦 老爸老妈太辛苦 所以不得已进宫 接受阉割手术 当一个小太监 拿朝廷稳定的工资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 变性是好的 而且是要教小孩的 是要被提倡的 如果你敢 说教小孩变性不对 小心你要被开除 康尼迪格州一名学校里的护士 就是因为在Facebook上面 发布了一条帖子之后被开除了 帖子的内容就是 他揭露了他所在的工作的学校 有一名11岁的孩子 在接受变性激素 Kathleen Catterford 今年77岁了 他在康尼迪格州 Hathford市的 理查德金塞拉表演艺术学院工作 他的职位就是那个学校里的护士 他在这个周一被开除了 而且还被学校冠上了 变性恐惧症患者这个名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原因就是在Facebook上面 他会根据你所在的地区 来推荐一些离你比较近的学校 那么他工作的这个学校就在Facebook上面被推荐了 有的妈妈看到之后就很感兴趣 就问说 这个学校好不好呢 想要了解一下 那么好不好 在这工作的Kathleen 她当然最清楚了 于是她就在群组中写道 想来这上学的 请注意先调查调查这个学校的系统课程 这个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性别混乱的州 作为一个公立学校里面的护士 我要告诉你 在这儿有一个11岁的女学生正在接受变性激素 还有12个学生都说自己是非二元性别 在这12个里面只有两个是家长知道的 其他10个家长完全不知道 因为老师社工和学校一起帮助这些学生向家长隐瞒 老师和社工每个礼拜有37.5个小时来影响你的孩子 他们根本就没教你以为他们会在学校里面教的东西 孩子们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这种性别混乱的教育 社工会教导他们社会情绪调节 还会教导学校想让他们学的东西 科学告诉我们 孩子的大脑一直到了20岁初期的时候还在继续发育 法律对他们禁止酒精香烟电子烟和大麻 但是却允许把荷尔蒙注射到头脑混乱的青春期儿童的身上 并且还可以对青少年进行生殖器的切割手术 就这样一篇震撼的揭露了学校真实面貌的小短文 被那个正在打变性针的11岁女孩的妈妈看到了 她气急败坏 赶快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学校 接下来发生什么 我们都知道了 故事的走向就是在这个礼拜一 这位护士Cathleen被学校开除了 在开除的同时呢 学校还发了一篇声明说 我们学校呢 努力的在给学生提供一个包容的环境 让所有的学生都看到被重视 被尊重 被听到 我们以高标准来维护所有的员工 并且让他们成为社区的看护者和领导者 作为一个学区 我们对所有委托给我们照顾的孩子的健康福祉 社会和情感发展 以及安全负责 支持学生的成长 个人经历和社会情感发展 是我们的责任 情感发展是学校的责任吗 这有什么好说的 这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羞耻心 他们以什么教育工作者 都是为孩子好这样的名义 残害小孩的身体 把他们往心理疾病和自杀的路上去带 因为这个学校的护士说了一个大实话 他们就把他开除了 他们就把他塑造成了阻止小孩 寻找自由做自己的恶魔 这是在美国吗 在Facebook的群组里面 发表这样的言论就会丢饭碗吗 那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这让我彻底的怀疑 这里到底是美国还是共产主义中国 这位护士多勇敢 他敢告诉别人说 不要来这里上学 这个学校不正常 这个学校的老师社工都教小孩变性 不能把孩子送到这来 但是这样的行为却导致他丢了工作 看来这些基本常识还得接着立法才能管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推出了佛罗里达州父母权力法案的一个类似的法案 俄亥俄州众议院第616号法案 有两名共和党人提出 那么推出这个法案的内容跟佛罗里达州非常的相似 禁止俄亥俄州的孩子在三年级以前接受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课程 而且这个法案还禁止教导批判性的种族理论 以及什么左派的多样性啊 公平包容性啊 以及让任何种族的孩子产生内疚的课程 除了俄亥俄州之外 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副州长Dan Patrick也承诺 在下一届立法会议期间 有优先在德州通过类似于佛州的父母权力法案 佛州在教育方面的立法真的是一个接一个 除了各个红州竞相学习的 禁止教导性别认同的法案之外 州长Ron DeSantis还签署了一个要求课程透明度的法案 这份法案叫做HB1467要求学区在选择教学材料 包括图书馆里面的书和阅读材料的时候要保持透明 这个立法是在保护家长有权利决定他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接触哪些阅读材料 他们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孩子的图书馆里面都放着什么样的书 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报道了很多 练同屁同性恋这些书出现在小学初中孩子们的图书馆里面 那么这个法案就可以更好的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我们也有提供的法案 几个月前提供的规则 上学习的规则 所以当孩子们有学习的规则 你会有所在学习的规则 知道的规则 在孩子们的学习的学习 并且是一项的重点 对孩子们的授产 也有同学习的学习 在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在学习的学习 那些学习的学习 像是有独裂的 我们需要重复 对呀 我们要教小孩的是 读写数学科学 了解美国的历史 学习宪法 明白我们拥有的权利 是来自于上帝 而不是来自于政府 最后一句话说完 全场掌声不停 为什么 因为最后面的这句话 最重要 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权利 是上帝赐予的 不是政府赐予的 如果不承认权利是上帝赐予的 好了 那政府就是要当你的上帝呀 这个时候谁管你 是不是无神论 这个上帝他当定了 而且所有的解释权 全部都在他们手里 政府要给你的小孩变性 行不行 政府要拿你的纳税金 专门发给变性人 行不行 如果你在网上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性别 男人和女人 那你工作的单位 就要把你开除 临了还给你扣个帽子 说你有变性人恐惧症 一下还给你整出来个病来 这行不行 如果你要说 不行啊 因为真的就只有男人跟女人呢 我说了实话 为什么要惩罚我呢 他们就会告诉你 谁说只有两种性别 你研究过心理学吗 你知道性别这个领域有多深奥吗 你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他说 性别就是只有两种了 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 我姥姥的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这样的回答是不是有点太弱了 左派就会说 我们是现代人 我们进步 我们聪明 以前的人呢 没发明出来那么多种性别 我们发明出来了 以前可以全部推翻 你姥姥那个年代是老古董 老掉牙的理论 跟不上潮流 也可以完全都推翻 如果这个时候你告诉他 真理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 因为天地都要废去 但是神的话绝对不会废去 上帝说的 造人的时候就只造了两种性别 再也没有其他的了 上帝的创造绝对没有错误 如果一个男人 他非得认为自己是女人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绝对不是去切掉他的器官 这样只会把他变成一个残疾人 要解决的是这里 而不是这里 实话该说就说 不要害怕 不要胆怯 就像我身上这件衣服写的一样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有一个谁也不能取代的新的身份 就是神尊贵的儿女 复活节快到了 一直犹豫要不要受洗的朋友 抓紧这一次的机会 跟着耶稣基督同埋葬 同复活 我就是复活节这天受洗的 不仅意义重大 而且日期比较容易记 不要再被世界上任何荒唐的理论欺骗 也不要允许任何人用乱七八糟的思想来捆绑你 不要再被政府强加给你的意识形态洗脑了 认识圣经 认识真理 认识神 接受荣耀的王子王女的位分 绝对是你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好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由亚太暴力和性侵研究中心 和国际真爱家庭协会 联合主办的真爱社区线上讲座 今天耳光甩出省思 邀请国际真爱家庭协会会长 叶高芳博士主讲 深刻剖析暴力之害 4月9日 美西时间周六上午10点 美东时间周六下午1点 详情请电 909-595-6777 108-595-6978-797-7938-7998-594-7